哈喽,小朋友们的,我是学长啊,弟弟 我是姨泰 欢迎来到学长的第一视角啊 来自学长和姨泰的一场高端排位赛 来自这个 高端的二阶 一型高端排位 来,看啊,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我刚才看见谁了 刚才看到谁了 穿紫色衣服的是我 看到了一个那个 来自于一个 超级高段位的一个杰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超级 我刚溜了半天,他都没有 没有看到他,可以说他隐藏的真的是 非常好啊 让我们现在先找到 一台机子修一下子 但我旁边修电机是你吗 显然不是我,我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修电机,我就说嘛 你为什么要和我抢电机呀 谁人抢电机,你能不瞎赖呀 我没抢,我说这个医生 跟你俩说猫胎 不是我啊,谁被骂送到台 好啊,刚才我们可能有些失误啊 这不是来自一个那个什么的超柱啊 我不认识这个医生 而且这也不是杰克呀 是红夫人 这场也不是杰克呀 可能就是他改,途中改变了一个 改变了一个他的样貌啊 他可能开挂了啊 你看学长对战这个挂 小蓝精的热气球,看小蓝精 我跟你讲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上一共是四个人 这个医生呢 是一个八阶的一个医生 你知道吧 而这个祭司呢 也是一个八阶的祭司啊 看这个医生向我跑过来 他一个高级的段位啊 看见没,这个医生还是很强的 走板 哎,走位 好,走位走位好 哎,一个回头没打到 哎,在这里来回的走位好 哎,你看看,又一个 哎,好这谁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 行了 刚才可能看错了 这个 我这个医生才 才是一个来自八阶段位的高级医生 刚才那个医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现在我们换一个位置,继续修机 哎,前面这带机就不错啊 长得挺挺欲力的 又不要去救人了 啊,看啊 现在我们的八阶 佣兵啊 要去见救那个一阶的医生了啊 这个医生的名字起的就非常符合的现在啊 我要开八阶通道了 这个,这个两个字还不认识啊 但后面那个致闭了 我是拱,我是懂的啊 啊,这个啊,这个 这两个三你不认识 我天啊,妈妈,真可怕 三一太,这个游戏一共就六阶呀 最高的位啊 啊 啊,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刚才一个小小失误 可能就是来自这个 啊,网易六阶的啊 一个高级特别的一个 超级啊 超级六阶多少星 啊,六啊 啊,六阶 六阶三百多星的一个高级选手啊 可以看得出来 你接紧杆的学长啊 啊,我接紧杆 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学伴们 你为啥接紧杆人给的医生开的 你能不能闭嘴 我不就医生吗 人给的受伤的医生开的 我不就受伤的医生吗 你哪受伤了 我心里受伤了 遭受到了诚意的伤害 你心里受伤了 我心里就受伤了 怎么的,就受伤了 我心里受伤了 伤过的新酒价玻璃苏一篇 你没听过这话吗 来自那个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来自 来自网易啊 网易大区啊 八街的一个高端排位选手啊 现在已经不行了啊 已经被挂的完肚了 跟着我 现在我决定去救折一下 他已经死了 现在就 他没救下来 如果说再不救的 他就完毒了 快走快走快走 挡一挡 好啊 来自一个 哎 高级挡刀 可以看到你 学长这把挡刀真是啊 天神下凡 我啊 这个咱们可以一会儿来救的 咱们先来一波治疗 为什么说要来一波治疗呢 哼 因为塞一太子 快你钻头道 你走吧 哎呀 我不走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必须要救一下这个佣兵啊 佣兵还能挂一会儿 好 现在来自网易大区啊 那个 六街387个星的学长 已经把这个佣兵救了下来 但是塞一太死马了 我真是没找到我 算了 地压室呢 晚上这边来救一下医生啊 医生的那个非常的无助啊 向学长发起来信号左右的摇头 我的地压室呢 就是我呀 啊 塞一太没事啊 不用我救 还能挺一会儿啊 主要是我找不到地压室在哪 你瞅呀 红色的地方 你们都离我成远啊 原来地压室是在这里啊 看了看来我们的网通巴尸 呃 什么玩意儿 多少可以找六街80多个星本 三百多个星的学长 也不会是学长啊 既然找到学长啊 我在这里啊 完了 我可能要没了 这怎么两个人都发信号呢 我去哪边啊 你往地压室这儿走 地压室在哪儿啊 我红海里呢 什么 上一代可能要没了 在这危急的时刻 学长鼎力出现 正义出言 拔刀相处 你仨说错脸啊 来来来 我给你摸摸你来 我给你挡刀吧 别瞎动他呀 摸摸你呀 看学长啊 张力出言 红蝶好像来了 红蝶好像来了 真的是 红蝶 红蝶好像是来了 干啥没摸完呢 差一点你走啥呀 好啊 在我们这个 非常危机的时刻啊 感谢何克送来的 时空穿梭啊 何克牛逼啊 插播一条小小的插曲啊 一个时空穿梭 给三一代送走了 哈哈哈哈 但我玩你来起来了 现在那个 现在那个 你刚才让我摸完 你绝对不带死的呀 啊 这个差距还是真是非常重要 是不是我不让你摸完 还好 哎 没打到 哎 又没打到 学长组位是真的牛逼 好似哪 那个那个 神仙 下凡肩 啊 人都擦到了 还没打到呢 不好意思啊 这个红蝶玩的真秀 我这红蝶啊 那是红夫人 看着啊 看着学长走位 好像是神仙 真巴结学长 真牛皮啊 不愧是学长 不愧是巴结学长 真是 一只正气在人间 好似明天 不阴天 好 我们现在先来给那个 先得给这个红蝶上一杯卡布奇诺 红夫人 红夫人上一杯卡布奇诺 哎 看见没 红蝶蒙了 哎 给我看死了 红夫人 红夫人蒙了 给我看死了 红夫人的操作也是非常的牛皮 没有想到我这个新赛季的第一把牌位 你开机呀 哥呀 就要这么输了 不过没有关系 有眼开不完 那最后一台 好 不摸我 好 走位 看见没 秀 秀 秀斗了 哎 牛皮 一手灵活走位 左右摇摆 哄骗鸡脚 我来给我挡到哥 给我挡到我求求你了 你给我挡到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如果你没给我挡 我出去举报你啊 好 给我挡一刀 他也就是见港了 我没有举报他 哎 不追我了 看见没 为什么说他不绝我了呢 因为学长的气质 属实是真的牛皮 头上的关圈 最后一台 最后一台 还有最后一台机 不知道他们修不修 为什么不修呢 我也不知道啊 最后一台电机 好 这局比赛 我们竟然打了这么长时间啊 所以说我决定回去修一台机啊 被牵制了 看见没 他来了 他来抓我了 以我的走位 我怎么可能会被他抓的 快走位 回头 好 66666 看学长再回头 好 66666被打着了啊 这一波治愈啊 哎 人家上到一赛了 上到两次 哎 倒 哎 牛皮 看见没 他已经蒙了 蒙听了 你看 我一会我就 哎 好 走位 看见没 哎 中计了他 快点 我现在已经这么牛皮了 你那么 你们难道不去救人吗 哦 那块不是有墙吗 他打过来的 真棒 这医生在摸那个佣兵 他都没修电机 他俩 就大傻瓜 那你修电机不就行了吗 你学长飞了 好了 小伴们 这个 学长的第一把 我还糊了 那个人生当中 新赛季的第一把牌位啊 就这么输了啊 为什么输了呢 因为队友太菜啊 你能取消点赞吗 主要是山姨太太菜了 好了小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给我点关注啊 爱你梦 我们下一代见 拜拜